大家好 我是唐妮琪 圣诞快乐 我今天是迷路来报喜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 12月19号到12月25号 圣诞节那一天 星象到底如何呢 这一周是不是大家都在准备 圣诞礼物或者是准备要狂欢了呢 这一周不好意思 因为也刚好是水星逆行 所以水星逆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我们赶路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哪里度假的过程当中 交通不顺是不是 下大雪所以哪里飞机又不能飞了 这很正常 水星逆行不见得是坏事 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遇到固咎 或者是会让我们去好好地回顾 跟过往有关的事情 这不是很好吗 那当然水星逆在摩羯 我们还是会去针对再上位者 比如说政府机构 或者是哪一些人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会想要检讨它 所以整体的氛围还是有一点点沉重的 除此之外火星也会在这一周里面 从水平移到了双鱼 从水平移到双鱼 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让你火起来的能量 此外可能因为火星也会带来灾难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心很软的人 说不定你也有受骗上当这样的一个灾难降临 因此我们要对一些装可怜的人多一点提防 此外火星也会让我们投入比较集体潜意识的世界里面 所以也许会有一些很神秘的事件在世界各地发生 大家会被它给迷惑或者是觉得很有趣 那身心灵的研究者也开始要走红了 太阳也会在这一周移进了摩羯 也就是所谓的冬至 什么时候呢 礼拜三的晚上七点开始 所以太阳进入了开创星座 又会让这个世界开始不平静了 所以也许我们也会开始感觉到一些纷扰吧 来看一下这个星象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如何呢 工作方面是四个星座 天平摩羯水平跟双鱼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你是相当忙碌的 因为你是整个方案的中间分子 没有一个地方少得了你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你来处理的结果呢 就是累个不行 而且一定要很有效率 加油咯 另一个呢 则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人生已经要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所以对你而言创新很重要 所以我会建议你翻新自己 另一个呢 是水平座了 水平星座的朋友 最近遇到的事情 都是喜欢指使你做东 指使你做西的 有点让你没有个人主见和意志 如果你是员工的话 最近应该是要用勤劳付出 来让对方看见你 另一个呢 则是双鱼座 双鱼座的朋友在工作上有归人运 而这个归人运 其实就是你的长官或者是长辈 他们对你的尊尊教诲 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你会获益良多 而且他们会把资源给你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就是双子 巨蟹 狮子跟天蝎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要注意哦 其实感情方面 来自于你个人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也许对方的态度并没有问题啊 但你可能就给人家一种想刁难的味道 这不是让你们的感情往后退吗 另一个呢 则是巨蟹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你有点容易伤感哦 那当然 如果对方还蛮喜欢你 这种忧郁气质 那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他会觉得有压力 就不妙了哦 所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挺重要的 另一个呢 则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流言或者是流长肥短 会冗罩着你哦 不要被那些东西打败了 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另一个则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记得哦 你的思绪最近有点混乱哦 所以在感情方面的沟通呢 有点词不达意 或一个不小心就弄得很像在吵架哦 我建议你把要谈的事情一一写下来 这样比较好 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有两个星座 那是白羊跟处女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金钱运上还蛮不错的哦 这个年底是抢钱大运的开始哦 尤其是你是专业人士的话 那有些工作是非你莫属 而你会因为多劳而多得 另一个呢 则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你最近有省钱的运 比如说的确会让你遇到有折扣啊 或者是特别便宜的好东西 所以趁这一周把该买的东西买一买 我觉得挺不赖的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就是金牛跟射手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我觉得肢体方面哦 比如说很容易落枕啊 扭到啦 所以姿势要注意哦 否则的话 一整周你都不会舒坦的 另一个呢 则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很可能你的劳累跟过劳 或者是姿势不正确 抑或是你太过急躁 比如说突然间动起来 然后就扭到了 所以特别有年纪的射手 自己要当心